接下来我们来看抽签的几率问题 签筒中有25支签上面标1到25号 从签筒中抽出一支签 每一支签被抽中的几率都是相等的 请填入下列各事件的几率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抽到2的倍数的几率为多少 今天全部总共有1号到25号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偶数的部分 然后2的倍数它指的就是偶数的部分有 2、4、6、8、10、12、14、16、18、20、22、24 所以说这边数一数它总共有12种 所以说也就代表说抽中2的几率全部总共25种 2的倍数偶数总共有12种 那么它的几率就是25分之12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抽到5的倍数 5的倍数那么也就代表说必须是5、10、15、20、25 那么代表的就是抽到5的倍数的几率为 全部分之部分全部25种 5的倍数的有5种 那么它的几率可以约分好5分之1 所以说抽到5的倍数的几率就是5分之1 接着C和珠我们一起来看 它问的是抽到核数的几率 还有抽到值数的几率 那么我们知道在1到25里面 除了1它既不是植数也不是核数 那么剩下的数字就是由植数还有核数组成的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边植数有哪些 核数又有哪些 首先我们先把1给画掉 1它既不是植数也不是核数 那么接着我们把植数给圈出来 有哪些呢 2、3、5、7、11、13、17、19、23 这些绿色部分圈起来的都是植数 那么有几个 1、2、3、4、5、6、7、8、9 总共有9个 所以说抽到植数的几率 全部25个数字里面占了9个植数 所以说植数被抽中的几率就是25分之9 那么剩下没有被圈出来 也没有被打叉叉的 到底有几个数字 我们可以知道 圈出来的数字有9个 打叉叉的一个 所以剩下应该要有15个 所以说这15个数字都是核数 所以说核数的部分 它就有25分之15 因为剩下的数字都是核数 这15个数字都是核数 那么这边它是可以约分的 我们把它给约出来 等于5分之3 也就代表说抽到核数的几率 它是5分之3 这边是5分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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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是5分之3